好吃的黑 美的黑 三里三里一边 同意的野鸡菜 也饼包包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60后慢生活 今天又来爬山了 我们也是一日游到青州 来看桃花 这个地方 山东这是开桃花最早的地方 我们现在到了上少村 这当然是一个村的标志性的石碑 我们看很多来自驾游的 旅行徒步的 还有这个自行车骑行的 一大堆 到这来拍照 留言 我们就顺这个道上来的 现在开始往上爬 看到前面一个山了没有 这个山呢叫比架山 卖的几叶鸡蛋 笨鸡蛋 笨鸡蛋怎么卖的 两块钱一个 两块钱一个啊 上山了 我们现在上山看桃花了 我们现在在上山 爬个山包我们就看到桃花了 这边是笔架山 看到没有 像个笔架吧 中间可以放笔 太形象了 整个黄山中 一片花海在这一带 其他的地方还看不到花 这是山东开花开最早的一种 很多人在这拍照留影 还有很多没有开 刚刚开 所以我们来的比较早 能够欣赏的这春天的桃花 做的非常幸运 开得和雪花似的啊 真漂亮 真好我对面就是笔架山 我们上来看看 哎呀 漫山的花啊 衬托的山 桃花 朵朵啊 这里不是这里过不来了 漂亮 你看这有小蜜蜂在采蜜啊 啊 哈哈 你撒不就喊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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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春天来踏青啊 呼吸的新鲜空气 欣赏的当地的桃花 住的啊 厉害厉害 上面看风景更好一些啊 我们就从下面这个啊 上少村沿着山爬上来的 来看桃花 往这山上走呢 大家看这叫比架山 这个山非常的雄伟 下面有个庙 庙上有几个字啊 不知道朋友们能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啊 非心非佛 祭心祭佛啊 啊 啊 你下山 我来了 啊 啊 这是盛开的桃花啊 非常的好听 像蝴蝶一样啊 这个地方是青州啊 啊 上少村 我周边啊 全是桃花啊 太美了 爬累了 爬山 中途休息啊 看看我们都带了些什么好吃的啊 给大家一会展示一下 我们带着吃的啊 看没有 丸子啊 各种小吃 橘子 西红柿啊 还有水啊 就是我们中途佳餐了 呃 我们这个山爬完了 大家又看了 游游开始往爬这个笔架山了 呃 今天我们主要是看桃花啊 说说这个山就不爬了 呃 从这儿开始往回走了哈 日外桃园 呃 这个字还真是 不仔细看啊 看不出来哈 啊 来爬山的时候可以采这个 大哥叫 苦菜 叫苦苦菜是吧 苦菜 苦菜花呢 苦菜花就这个 对对对 嗯 你这个回去怎么吃啊 就是洗干净了 然后蘸甜酱吃 哦 蘸甜酱 对 哦 这根也能吃是吧 这根好哈 看的多嫩呢 根是苦的 嗯 这个可以清热拜火 清热拜火 哦 挺好挺好 来来弟弟 擦点野菜 爬爬山 这个山上啊 也有麦苗 我们看没有 发芽了哈 春天来了 麦苗也发起来了 这一路全市啊 啊 这是我们下山的路 麦冰糖葫芦的啊 麦南瓜 红豆 啊 这是都是乡村的特产 啊 草莓糖葫芦的 草莓的 多少钱啊一个 我没得五块 哦 要个三块 我给你们看啊 这村里的老房子啊 啊 计划生育人人有责啊 这个画啊 现在是有年头了啊 这个字也有年头了啊 这个山楂我们来一袋呗 嗯 给我拿一袋 你觉得拿个好点的 拿回说 你自己看这边 自己选一袋 好吃吧 好吃 我看看啊 红色的 嗯 这个是桃树那个啊 嗯 这里面桃花开的 哦 这是桃花啊 就是它煎的果是吧 对对 煎的果呢 哦 这个 好吃的黑啊 哦 美的黑 哈哈 三里三里 可以的野鸡菜 嗯 饼箔箔的 它摊着了 你看 它摊出来了 你看 你看看 做鸡菜 我不知道 它没给我发上去 我现在摊出来了 鸡菜啊 锅里就有 锅里有 先一下先一下 来来来 太好看了 还排队了 还好吃 哈哈 哦 农家的啊 喂 烫熟 鸡菜盒子 下来车了 哈哈 真的想安全员了 哈哈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关注60后慢生活 后续视频更精彩